烧麦 又称烧麦 是一种以烫面为皮果线山龙蒸熟的面食小吃 烧麦人气源大都 在中国土生土长 历史相当悠久 关于烧麦一词的来历 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早年的烧麦都在茶馆出手 时刻一边喝着浓烈烈的砖茶或小叶茶 吃着糕点 一边就着吃着热腾腾的烧麦 故烧麦又称烧麦 一级烧带热麦之意 也有人说 烧麦皮保险不 冷了之后一抓就破 必须现烧现麦 故称烧麦 还有一种说法是 烧麦最初叫佐的包 应感清明不雅 又引起边向快熟的麦穗 随改名为烧麦 直至今日 各地烧麦的品种发展的十分丰富 制作更为精美 如安威有鸭油烧麦 杭州有牛肉烧麦 江西有蛋肉烧麦 山东临兴有羊肉烧麦 苏州有三鲜烧麦 湖南长沙有菊花烧麦 广州有干蒸烧麦 鲜虾烧麦等等 糯米鸡肉烧麦的做法步骤 一 糯米 此大杯 冷水浸泡一晚上 最少也要浸上两个小时 二 糯米用蒸又煮都行 老爸说是用蒸的更香 采烂了他的建议 把纱布凸在蒸隔的底下 三 把浸泡了一晚上的糯米的水沥干 也不要沥得太干 稍微流点水 把糯米倒入蒸隔中 大火蒸熟 在蒸的过程中 我发现糯米的表面 特别容易发干发硬 所以我加了两次水在糯米的表面 以保持表面湿润 四 香菇15个 切成丁 五 鸡腿肉 也可以用猪肉粮 或者用肉粮代替 六个 去骨 切丁 六 加黄酒 葱 生抽 盐 胡椒粉 淀粉腌制 一小时 七 做蛋皮 鸡蛋四个 打碎 加盐 味精 煎成蛋饼 八 蛋饼切丁 九 做烧卖的所有原料 因为不会做烧卖皮子 所以这里用日本的饺子皮操剂了 十 煸炒鸡腿肉 十一 加入香菇和蛋皮 略为翻炒 十二 加入老抽和水 十三 然后加入糯米饭翻炒 十四 加盐 味精和糖 加糖环节是为了掉鲜味 重要 十五 香喷喷的糯米鸡肉香菇饭就出锅了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很好吃了 十六 包烧卖的三个步骤 十七 步骤二 十八 步骤三 注意 在靠近烧卖皮边处捏紧即可 十九 注意 上锅蒸的时候 要在烧卖底下磨点油 这样就不粘锅了 二 各位妻们注意 糯米烧卖 好吃 但不易消化 不能贪食 瞧瞧我们 做的过程中 有个小小的失误 其实蛋皮根本不用炒 只需在炒完糯米饭后直接拌入就好了 这样蛋皮的黄色就保持下来 起到点缀深刻色的糯米饭的作用 有了蛋皮的点缀烧卖 看上去就更漂亮了 使用的锅具 整锅炒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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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